学习四分之三侧的女孩 首先我们可以把她的鼻子 变成一个C的形状 画的时候要注意顿笔 不要一笔全部都画下来 画的时候也要想一想 整体的画面和构图 画线条要遵守一个原则 就是从左到右画 从上到下去画线条 以反复地去确认线条 但是我们一定要 画到一条线上面 眼皮我们尽可能地去画宽一些 眼睛我们要画出来 瞳孔和高光 颜色是上重下轻 我的线条始终都是 从左向右画 双眼皮有些例外 因为后边的双眼皮 要较轻一些 所以我们要从右向左画一画 眼球 分成两笔 不要一下子画完 画出来瞳孔 高光 眼睛 眼睛由上到下的去渐变 眼睛的阴影也要跟上 嘴巴就是一个小三角形 猫和双眼皮是一样的方向 用力轻用力轻把两个眉毛都画出来 它的头发是很多个三角形组成的 头发的线条要画得有大有小 一定不要画得很平均很均匀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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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头发画好以后 我们就给他画一个你们自己喜欢的衣服 当然这个衣服也可以和我一样 我画的是一个海军风的衣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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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